最近的天氣開始冷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穿多些衣服保暖好自己呢? 天氣冷就是代表聖誕節又快到了 除了外出去店舖添置聖誕裝飾之外 原來我們都可以自己在家製作 這次就和大家製作聖誕花圈麵包 在這條影片我會用廚師機去拆麵團 如果大家家裡沒有的話不用擔心 用手搓都可以的 只是可能搓麵團的時間要較長 第一步我們準備麵團 首先加入高筋麵粉 綠茶粉 酵母 糖 和雞蛋 接著我們可以先加入一半的牛奶 然後用慢速把所有材料都攪勻 然後我們可以按照麵團的狀態去加入適量的牛奶 直至到它剛剛好成團就可以了 不用說一定要加入所有的牛奶 然後我們用中速攪動麵團大概五分鐘左右 如果用手搓就大概十至十五分鐘 攪動到麵團可以拉出厚膜就可以了 這個時候的麵團已經產生了麵筋和油鹽展性 然後我們加入牛油再攪拌多五分鐘 如果用手搓的話就大概十分鐘左右 好 直至到麵團可以拉出薄膜就可以了 拉出手套膜之後的麵團 當破裂的時候它的邊緣會是圓滑的 然後用保鮮紙包好 然後發酵大約一個小時 直至麵團發大一倍 在等待發酵的過程當中 我們可以準備奶酥 加入軟化了的牛油和糖粉 然後用打蛋器把它們打到 稍稍變維坦黃色和順滑 然後逐少加入蛋汁 同樣地也是打到粉滑沒有粉 然後我們把紅莓乾切成碎粒 然後把紅莓乾碎和椰絲 加入剛才準備好的牛油混合 然後放在一邊備用 麵團發酵好之後 我們可以用手指在中間打一個洞 如果沒有回彈的話就可以了 我們把麵團拿出 然後按壓排走裡面的空氣 然後我們可以把它按壓成長方形 或者可以用綠麵棍把它綠成長方形 也可以 然後在麵團長的一邊 慢慢用手指按壓把它黏在油面煎上面 然後在麵團上面均勻地塗上 剛才做好的紅莓乾奶酥 然後我們可以用手慢慢把麵團 緊密地捲起 捲成一個長條形 然後可以輕輕把麵條搓長 我們可以用刮板 把麵團平均分成兩半 切的時候 盡量小心 避免來回切 以免影響裡面的分層 出來的成品就會不漂亮 之後我們可以把它慢慢翻開 把切口向上 接著我們就開始捲這個聖誕圈 首先我們拿起兩條麵團 然後把它們交搭在中間的位置 接著在上半部分 把兩條麵團交替地打成扭結 接著下半部分也是一樣 過程之中我們盡量把 充滿椰絲的切口保持向上 之後我們就小心地把頭和尾接駁成圈形 之後把四條小麵團交錯地黏在一起 然後小心地把它搬到 墊有牛油紙的焗盤上面 包起保鮮紙 再發酵大概45分鐘 至到一倍至一倍半大 發酵好之後我們可以按自己的氣號 加入例如好像草莓乾或者其他顏色的裝飾 令到花圈更加繽紛 這個時候我們也要把焗爐同步預熱 預熱好焗爐之後 我們把焗盤放在中間那層 而上面那層我們可以放一層烤網 然後在上面蓋一層石紙 以防花圈變色 然後用160度焗40分鐘 窗爐之後我們可以在上面放一個 蝴蝶結做裝飾 這樣一個充滿聖誕氣氛的聖誕花圈就完成了 看它這麼漂亮我都不捨得吃了它 好想把它掛在門上做裝飾 這個麵包又鬆軟 又充滿淡淡的綠茶味 而且吃起來又滿口椰絲 和不同的果乾 可以滿足到不同的願望 在這裡也祝大家聖誕節快樂 和預祝新年快樂 我們明年再見 拜拜